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门 但仍然是有辅聚需求 新北市的辅聚资源中心 使用远距评估方式 没合二手辅聚借用 经过统计在疫情高峰的5月 新北有将近8成 民众是使用远距方式 完成辅聚评估 新北市长侯友宜 透过视讯 向租借辅具的秀琴阿嬷 介绍使用方式 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门 但仍有辅聚需求 新北市辅聚资源中心 使用远距评估 没合二手辅聚借用 同时提供送到家服务 让民众在家 就能免费取得适合的辅聚 所以我们这里的桌转率 非常的高 所以马上进来就马上出去 所以用二手辅聚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量 大概也是成功最高的 所以我们辅聚资源中心 尤其在疫情这段时间 5万6千件的辅聚资源 提供的过程当中 最近将近8成 都用远距服务的方式 快速的送到给 需要辅聚的市民主流社长 新北市研发 五分级动作能力评估准则 及辅聚需求盘点评估表 以准确性与专业性 为民众连结适合的辅聚 110年开始优化远距评估方式 更获得2022全球智慧城市联盟 特别奖 这个都是我们辅聚的录影带 那辅聚教学录影带 随时提供我们市民朋友 可以看到如何来用辅聚 那未来我们会用辅聚资源APP 然后针对个人的需求 从APP上去了解个人的需求 新北府具琳琅满目 若市民寓意外 经确认功能已达卧床的情况 也可申请到债评估 免出门同样享有温暖服务